新委师议员陈宜君 媒合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 与中正国小附设幼儿园 合作开办AI程式语言课程 经过16周的教学 中正妇幼也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和家长分享孩子们的学习成效 透过Keyboard主机扫描器 扫描实体积木上的程式条码 让机器车可以完成指定动作 这套不使用3C产品的AI程式设计教材 是专门为了幼儿所量身打造 从程式观念的建立到实际操作 已经在中正国小附设幼儿园 进行了16堂课程 为了让家长也可以一起分享 孩子的学习成果 中正妇幼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透过我们小朋友的手的操作 能理解到这个语言程式的模式和建进行 那在老师的适当的引导师下 透过适当的教材 那小朋友就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想法跟创作 以及他操作的操作模式 就可以让我们不同的 透过AI的语言程式 有不同的成果的展现 这次的程式语言教学 是透过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每和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共同合作 以中正妇幼为程式语言教育基地 将AI教育向下扎根 陈宜君议员表示 程式语言教育已经是全球趋势 因此我们的孩子也必须赢在起跑点 我记得在我上一届的时候就提到说 程式语言是小学三年级 每周一堂课一个小时 可是现在过了四年 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把年纪更往下 越小学习 就是越小学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跟资教会讲好了 是不是从我们的妇幼开始 现在妇幼是三个班 一起来学 所以十六堂课 一面弯一面学电脑程式语言 在老师的引导下 小朋友很快的就完成了所要执行的指令 也可以轻轻松松操作 陈宜君议员强调 程式语言教育已经跳脱传统学习模式 尤其藉由活活有趣的教学模式 更能够提升幼儿园孩子的学习兴趣 我希望就是让爸爸妈妈知道说 其实AI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是我们刻板印象说在电脑上 那些要很难写的那个程式 或者是说会影响到眼睛 原来先从不插电开始 从游戏中学习 不仅让中正富有的学童 可以从小建立程式语言基础 由浅而深的教学 也帮助孩子培养逻辑思考 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得正品者们其心电财报报道